而是公开的项目 它的目标不是推翻弥勒守卫奇 而是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 欧特珀获得的静脉支持不仅限于资金 华盛顿的国际共和协会给他们推荐了美国学者吉恩·夏普写的 有关非暴力策略的书 并安排夏普的同事 一位退役陆军军官给他们办周末讲座 我跟他们讲非暴力斗争是一种形式的战争 你要按照战争的特点去考虑 一旦你决定采用非暴力斗争 就要用战争的原则 要有具体目标 要集结队伍 在关键的时候要能够把队伍召集起来 还要有主动性 你知道不可能只防守就能赢 你必须发动进攻 军事斗争和非武装冲突都一样 所以跟战争的原则是一样的 他给我们讲的这些基本原则 我们已经在实践中用了 只是不知道有人还专门写书讲这个问题 这种感觉挺特别的 手里有这么一本书 看到书中集中系统地讲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 还看到干地领导的运动做了些什么等等 黑尔维上校讲座的要点开始传播开来 就是要消除统治者的权威 在日本人中看着这些摸索图 但是去没有摸索的模式 也没有摸索图还創得 全都是不粉页的 欧特珀建立了自己的网络 使用其他的武器破坏米洛舍维奇的政权 欧特珀招募和培训了几百名基层的活动者 他们并没有全国性的领导人或中央委员会 他们从首都贝尔格莱德给地方上的欧特珀成员 送去需要用的物品 而地方上的事物则由当地人去处理 这种策略考虑的比较周到 万一贝尔格莱德的领导者们被捕 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仍然可以继续活动 欧特珀依靠地方上那些在邻里之间比较有名的年轻人 在民怨最大的省份把群众动员起来 一些小城市成为抵抗的中心 而贝尔格莱德像一个黑洞 在过去两年里贝尔格莱德没有独立的电子媒体 在那儿只有沉默 可是在查查克 尼什 诺维萨德 克拉利奥 乌日塞 这些城市就热闹多了 那里的人们都非常非常的不满 非常非常愤怒 也非常激进 在小城市 那些工人的儿女们是欧特珀的秘密力量 他们在米洛舍维奇的统治下看不到前途 跟他们的父辈不同 他们并不怕因为公开反对他而损失什么 随着欧特珀在一座城又一座城的活动 当局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是继续小规模的镇压呢 还是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 5月14日 国家信息部长突然在全国播出的电视记者会上 提高了攻击欧特珀的调子 这一切都要嘗試于欧特珀的设计 可以表达了一场设计 一个学生的政治 中一个阶段 是在制作的途中 欧特珀是一场地人的社会 的中一个途中一个阶段 在这个国家也会使用事与其他国家的国家 在其他国家使用时 是非常合作的 就是这种区别的 这种成立的 在制作的中一个 给欧特珀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之后 当局就掀起了一股 殴打和逮捕的恶浪 欧特珀知道会面临镇压 也做好了准备